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潮聚焦 我把习近平王岐山称为老炮 里面讲的和包括这个教父的概念 里面讲的概念就是说 他在承认是人的基础上的不择手段 而人的基础上的不择手段的内心呢 他要知道事情真相 他最怕骗他的 最怕出卖的 他下手贼狠 对吧 你不出卖我怎么都好 那我跟你讲条件 我一定给你超然的条件 但是呢 我要达到我的目的 老炮是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的 那个 那个 这个这个 教父里面讲的也是这个概念 那习近平的做法呢 跟王岐山做法 基本上是这个做法 我要做这件事情 我要达到这个目的 做这件事 其他我们都可以谈 但这个我不让 基本上是这么个 基本上是这么个概念 他所以在他的说法中 在他的说法中 有的时候会跟你说 怎么说呢 有的话是真的 有的是假的 有的话是真的 有的是假的 你看 在教父当中 老教父 小教父 都有这个场面 他去套人家话 你给我说实话 对方 包括他的妹夫 他的弟弟 小教父 他的妹夫 他的弟弟 都跟他说了实话 而跟他说的实话 都是出卖了他 对吧 出卖了他 他的妹夫 出卖了 使得他哥哥死了 他的妹夫 出卖了 使得他哥哥死了 而他的弟弟的出卖呢 差点让他死了 那结果他 他这俩都被他杀 确实都被他杀 这是小教父 但妹夫呢 那个概念呢 当时还有他的父亲 也促成了他的父亲 被伤 所以这是他 在过程中 他的做法 而他的做法里面呢 就是 他又维护他家族的尊严 所以我才说 他是个人 他有他的道理 共产党不是 共产党是出卖一切 出卖一切 所以 有的话是真的 有的话是假的 这事报办 习近平在一再一再强调党的领导 在我眼睛里都是手段 而他确实在把他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而不是党的利益放在首位 这是关键 强调党 党的概念 是手段 他真正国家的 他说的复兴是他关键 今天是25号 开会结束第五天 在中美贸易战当中传出 刘鹤将进行市场自由化措施的方案 在两到三个月内推出 原文来自于英国的金融时报 那香港01登出来了 23号 金融时报引用了中国资深官员的说 刘鹤主理经济事务已经开始催促各单位讨论相关事宜 中国政府将在未来两三个月内推出一系列市场自由化的措施 完全改了吧 完全就立刻就全改 市场自由化措施 其实你可以说是像川普的手法 川普的本身的贸易战的一种回复 我跟有期节目已经跟大家讲了 我说搞不好川普跟习近平唱双黄 在外力的作用下 在中国无法对应的情况下 让川普出手 而刘鹤本来要以他为借口 推出被迫推出市场自由化 实际是俩而唱双黄 我昨天前天节目已经跟大家讲了 抛弃中国 把真正社会出现大变革 这不是改革 金融时报讲 虽然刘鹤很久没有提到 虽然刘鹤提倡 久未实现的金融和经济改革 但一位资深的政治顾问 认为刘鹤不太熟悉 管理经济的实际事务 他是唯一没有在地方主政过的副总理 但该顾问也表示 如果国家主席习近平有任何弱点的话 那会是他没有广阔的朋友圈子 在关键任命上 以共使用的 在另外一期节目跟大家讲 其实经济学生杂志已经弥补了这个问题 刘鹤跟王岐山搭帮 所以那个他讲得很清楚 王岐山是真正干活的 刘鹤是搭脑 那这个搭帮下面有 下面有郭树清跟易刚 这是他统管经济的真正的他的班 那你是是这么回事 那就 李克强就没这么干 没什么事了 另外一位跟刘鹤 在国际 在这个国家计划委员会 曾经工作时跟他认识的人说 刘鹤是思想多于行动 不清楚他将如何完成困难任务 其中包括艰难的抉择 困难的取舍和这些反对的群体 那我刚才讲了 其实经济学生杂志就意识到这点 我也跟大家解释过 王岐山肯定不只是管所谓的中美外交 不是了 王岐山统领国家 你看成立了那么多国家委员会 全中央全国外交事外事委员会 中央全国什么什么委员会 中央全国深化改革小组 中央 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新机构可能都归王岐山统领 不是习近平 那王岐山就跟刘鹤会形成非常完美的搭档 副总理分工尚未正式公布 预料刘鹤将分管金融领域 国企改革工业和对美关系 金融时报对比了总理李克强 说刘鹤作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对经济改政策拟定 早有影响力了 当他出任副总理的时候 那与其交手的欧美政界欢迎 认为他深受习近平信任 英文流利 在国际市国际场合中游刃有余 那就这就是 那只能说叫选对人了 李克强英文也非常好 李克强不只会英文 所以在他的真正政府管理层面的 这些人都在西方 几乎都在西方受过教育 很恰巧的就是郭树清没有 王岐山没有 可是这两个人呢 又都在地方主政过 郭树清应该在山东 那王岐山就不用说了 所以就变成了这种相互的搭配呢 让人感觉到很那个 就是说习近平心里很有底儿 那按照中美关系的 按照中美国官员的透露说 刘鹤本来以为与美国政府内务实 内部务实派合作 比如说像白宫的前经济顾问柯恩 能够掌控中美双边关系的 但是呢柯恩离开了 在整个白宫呢是鹰派抬头 波尔顿又接受了国家安全顾问 所以应该说刘鹤遇到了一些难处 那可能是 那我在我个人的角度里 这是具体的人了 在所有这些评价中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川普打贸易战 反逼中国市场进行自由化 市场自由化的这种拟定 这是人家一个圈套 这是川普跟习近平唱双簧的圈套 那如果你可以说不是 但是呢他现在就这么提 确实这么提出来了 因为这个班子已经成型了 所以是在习近平20号开会结束之后 21号拿出的 21号拿出的党和国家机关的机构改革 22号川普就下手 而中国的反应是象征性的反应 30亿对600亿 纯粹象征性的反应 宣传一定非常高涨 但实际操作立刻转型 所以川普倒逼习近平转型 不是倒逼是哥俩商量 要不然这个分析不会出来 这个消息即刻就出来了 与习近平结识于 红二代的圈子 刘鹤跟习近平 相识于北京的 红二代的圈子 后来刘鹤在文革期间下乡 一度在军队服务 在军队里待了三年 在北京工厂当工人 后来刘鹤到人大学习 到人大就学习的经济学 在人大留校 90年 他到了叫萨尔顿大学读书 和哈佛大学 这是刘鹤的简单的概念 所以这里他说 刘鹤相识于红二代的圈子 是指刘鹤上学的中学 跟习近平在一个中学 他们是中学同班同学 那个学校有很多是黄二代的学校 是官家就像南八中南四中 北京中学八一中学 他们是八一中学的应该是 我印象中 这是当时中共官场都在西城的 这是中共官家 就是红色家族集中的地方 当然这个学校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红色学校 就像南四中南八中 住在四周的人 按照地区分 四周的穷孩子 同样可以进去的 就像我住福游街 那我们住在福游街 那是老百姓了 那但是周围都是当官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刘鹤是这么来的 他并不是 没看到他是红二代的说法 有人说他是家里面 他父亲是原来上海的地下党 什么的 我觉得那个就是有点 硬拉硬拽了 我个人觉得硬拉硬拽的成分大 他们哥俩的相互那种 发小的成分更高 而同时间今天呢 在这个义刚 央行行长 说出向国际社会 发出积极信号 中国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直面金融体系的各种风险 你看这俩是配着的 这两个是配着的 义刚在中国发展高谈 高层论坛会 2018年年会上 发表演讲 当前中国经济总体形势 稳中向好 但主要社会的主要矛盾 和所处的发展阶段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 转向高质量阶段发展 那他作为央行行长的首次表态 他肯定跟刘鹤 王岐山习近平 他代表了习近平 这时候他代表了习近平 真正的概念 金融风险控制是首要任务 风险一词 在他的演讲中出现了20次 中国目前面临的潜在的金融风险 体现在宏观上依然存在着高杠杆风险 企业的部门的杠杆很高 部分国企的杠杆高居不下 地方政府隐形债务 那老百姓的军民部门杠杆上升脚快 都是值得关注的 大家还记得在这个新年贺词 过年书新年贺词 习近平只字不谈任何债务问题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都不管 他走到现在当把他的团队弄起来之后 全都归他的团队管 应该是这个概念了 那习近平的责任干嘛 习近平就是王虎宁把他推到顶上去 去压着党内的一切反对势力 他用他的虚无的东西 压着党内一切反对势力 而他的team在干实在的活 应该是这个看来是这么个概念 一刚提到部分领域和地区的金融散乱 非常突出 不规范的影子银行 上升市筹被遏制了 但存活量相当大 一些机构在没有取得金融牌照的情况下 从事非法金融业务 非法金融活动 借助金融创新和互联网之门迅速扩张 那这就显得 他的中央银行的 他打击金融系统的任何的这种诈骗 欺骗的行为 这里讲的就透显出 无论是这个吴小辉也好 叶简明也好 我们看到这是他提到是这个问题 那也就提到了 为什么郭树清到央行任这个 任这个党支部书记和郭树清主管 银行 就银监会跟保监会合并的新的委员会 其实这里他谈到都是这问题 当他直接谈到就显得很开放了 首次公开讲话中 点名批评了少数野蛮生长的金融控股集团 对这些集团抽走资本 循环注资 虚假注资 透过不正当关联交易进行 习近平 政治力量是习近平 而他的技术控股力量就变成了 他跟郭树清共同掌控 要抽回这些 针对这些金融白手套也好 权贵资本家族也好 他整面 这是一个整体的冲击 非常整体的冲击 那大家想想 这一头是郭树清 一纲负责金融管理 完全是金融风险 那结果在另外一边呢 是刘鹤在制定自由市场的一个方案出来 而有王岐山配合要真正实施 应对所谓川普的叫什么中美贸易战 其实瞎扯的就是中国在转型 中国经济大转型 已经开始 就是他即刻就开始 他没时间 中国经济转型 他习近平承担的整个就是政治风险 压掉整个政治势力 结果他用极左的共产党的手段 去压制真正共产党里面的真正利益的集团 这是他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难题 来促成他的合法性 但是我跟大家讲过 必须抛弃 这都是暂时的 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共产党对生命的认识问题 摧毁了中国人的 这需要时间 抛弃中共恢复真正传统文化 人的文化 恢复人的文化 洗掉被灌输的党的文化 才是中国人的真正复苏 与其他金融经济类官员的公开表态 类似承认风险的同时 那易纲呢表现出的高层所能力的那种信心 这是他这个习惯 他只能这么说了 我们的经济制度呢 有优势 改革开放四十年 有雄厚的物质基础 我们有市场化 法治化 等等 这就下败了 这就下败了 星期六还表态 中国稳步推进金融改革 完成完善市场机制 控制机制 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作用 发挥更大的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扩大金融的开放 提升金融业的竞争力 开放带来进步 封闭必然落后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越是不开放的领域 越容易落后 而且不断的积累风险 那所以这被人们认为 明确表示 习近平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决心 有序进入资本项目的开放 提升可以自由使用的程度 那是货币了 这是针对性他的工作相关 而我个人以为这个说法是跟 是跟刘鹤的那个 就金融时报那个报道 是正好匹配在一起的 那正好匹配在一起 所以是手段 都是手法 没跟你说吧 全是老炮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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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